好 欢迎回到新一集的港马攻略 咦 今个星期明明没有海外大赛 为什么星期四听完我们星期六又有节目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暑假当时本身也有一个题目想和大家做 大家知道今年有很多海外大赛 所以将这个题目移到今集先和大家见面 就是这个暑期跟进码有名银行码特辑 但是今年这个特辑有少少不同 有些改动 分开两集之外 我和阿威会每人一集 介绍一下我们心目中选了哪些跟进码给大家 所以今集就由阿航和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之后会有阿威那集 大家可以留意着 事不宜遲 立即和大家介绍一下我选了哪5匹马给大家 第一匹就是来自伟特马房的高运 看彩衣就很老牌的彩衣 有些资深点的马迷朋友都会认得 来自爱尔兰的三岁自购马 上季跑了3场 虽然未上名 但也有点表现看 比较后一点才开上战阵 大约5月底左右 所以这只高运也是挺年轻的 刚才也说过 他上季已经有点点看 究竟怎样有点看呢 我们也准备了一条片 和大家介绍一下 选了他在香港初出的31200米 当时在香港不是试了很多操练 很快就拿上来跑 还很生的 只有5-6成的马 骑士打到两边之后 其实这只马也偏来偏去 都未熟 但未熟还未熟 他可能真的挺有能力 一路骑马是一直继续冲上来的 而且就算最后没断 整部马塌在前面 这只马在宅位 都很肯有斗心地去推进 去冲上去 所以看到这只高运 应该是一只蛮不错 蛮有能力的马 而且这组的水准都很强 头马自然辉煌 今年复出 跑第四 是三班田草千二 前面的三只 粉蓝奏那只 红运飞鹰 在谷草康罗的31200米 谷草1200米 旁边的是白色衫的架势奇巴 刚刚星期日 如果不是塞车塞到锁 就应该爆烂赢了 外面那只是电源之驱 上阁季尾都继续交到很好成绩 所以这一批高运 以去只有五六成水准 而且延短 都这么快交到表现 都真的挺不错的 之前跑了两场 一场田草千四 没有东西看 季尾的谷草千二 其实对于后山马 要跑谷草急弯已经不容易 还要继续跑延短的千二 但都撲到个第四 输给第二是美丽海后 第三是南庄之歌 美丽海后 其实今季复出已经立即赢了 南庄之歌三班长期都很有实力 南庄之歌都是紧紧才能过去 所以高运看来又再进步了 看看高运的外地赛职 他在爱尔兰两岁的时候 跑了两场 赢过一场赛事 他在邓多克马长跑的 胶沙地千四米的左转赛事 赢了 看得出这批高运应该都是泥草双双将 常常说泥又可以 坐又可以 在我心目中都加了很多分 这批高运应该都挺不错 挺有水平 看回他的血统 是属于出自Crusty 确实得的 确实得比较陌生 他在服役时都不是很突出的 都是拍表列赛 三级赛等等 有成绩 但他胜在竞赛王期都比较强 跑了二十多场 途程是6-7化浪 1200-1400米 虽然说他跑了1200-1400米 但是这批高运下线出自Aclamation 胜利学彩 其实都出过打比冠军 浪漫勇士 亦有些赫马 例如明月光 盛出美丽 都是跑到1800-1800 甚至长一些路程 所以预期这批高运 初期跑1200-1400 但是有机会 慢下慢下 1600-1800 都有机会到的 这批高运 上季输完之后 就减分了 落到59分了 计分就好着数了 我觉得在四班起步 过往其实韦特有不少的例子 例如电器骑士 长盛霸区等等 都是三班尾插班 输了几场 落四班之后 立刻按键赢上去 我预计高运这批马 甚至可能会比他们更高 所以看看这批高运 新贵 其实还是三岁的 还是很年轻 还没转税 看看在他鼠后伏播的时候 既然又乖了 淡定了 亦都上力了 看看能不能四班 立刻交到好表现 甚至上到三班 我都觉得竞争力是有的 如果他进到一切理想 又够气量 可以跑到一里 甚至长一点的路程 看看 那年转四岁之后 会不会有机会 挑战一下四岁系列赛 这批高运 我自己就很大期望 希望他都可以做得到 进身到高班的行列 所以介绍了这批高运 给大家了 看完高运之后 另一批 第二批 介绍的马 都是跑过PP 就是深榮之星 这批高运之后 这批高运之后 都跑得很好 上季来香港的 爱尔兰自救马 大高运一岁 四岁 上季季中后期 他才开始跑 没记错 当时他跑三班的千六米 当时还有一些变化地 但这马 初出已经是很好的走势 追上来 深榮之星跑完之后 沈特成就很快安排他 竟然转去谷草跑 还要加上去跑千八 两个都第一次跑的情况下 对深榮之星都挺吃力的 因为第二场跑而已 但是他在那场 就证明了给大家看 他的能力是真的挺高的 因为他在那场 虽然说沿途贴着篮 但是他最后终点 只是仅仅被外面超级六周追过 超级六周都是要 够一轮才能追过 而超级六周 当时也算是有近方 而两匹马 也扔掉了后面 比如波尔多 电子传奇 全民皆知等等 同样地 是当时很有范的马 这匹深榮之星 当时已经被我看到 能力非常强 休息后 既然我打算他跑千八 可能是长线来说 会再跑长一点 所以预估到他 今季復出那些 开头的赛事 都不是长途赛 都是比他热身 所以也打算 热身 近一下就好了 也不会预计他会跑得很好的 但是这场赛事 就证明了我的赛 就是他谷草厚 三班谷草一里赛事 热身还是热身 但是他真的跑得很有威胁 大家记得 那场沈华诚出三匹 他还有扣女 就是浪漫组合 还有包装风云 但是深榮之星 刚刚就被那两匹扣女 做了遮挡 搞到他辞了位 就是这里 浪漫用事 外面封住他 包装风云又顶住他 搞到深榮之星 拿位不顺底下 又辞了法力 结果追不到包装风云之余 外面冲到很行 那只布宁德就过去了 但是他的扣女 包装风云 其实再出都是再入Q 所以证明这里的水准 也不差 而且以路短的 就是以1650米 这么路短的 对于深榮之星来说 其实这场跑到这样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聪明的了 所以再证明他 鼠后之后就更加进步了 看回深榮之星 外地其实跑了五场 由两岁开始跑的 在英国跑了五场 头两场没什么看之外 跟着三场都是直落赢了 除了直路赛赢了 跑左转的转弯赛事 可以 现在后期在香港又转都可以 交沙地赢过 好地了 好自快地赢过 远地都赢过 看得出的东西 又是一种好存在的卖 而且可以做到三场直落赢 证明这个卖是可以很开足 可以长期保持到很高的作战水准 刚才说了 深榮之星很快就在谷草交到表现 当然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血统 副是Wall Command作战指挥 同副兼的直后驴在香港就是洛益线 其实当初在香港 保法也是在谷草交到好成绩 而且越跑越长 再加上这只深榮之星 外祖父是Dansley丹丝里 同样都是长途名区 所以预计这只深榮之星和洛益线的走向 应该都好似 慢慢来跑也是越跑越长 甚至可能去到季尾 三级赛王太后纪念波这些2400米 都有机会是他的射程范围 季初第一场跑已经这么好成绩 我预计这只深榮之星应该很快都可以交代到 看看可不可以像扣女落益线那样 一路保持着赢马 冲过上高班 季尾可以挑战一些长途的级制赛 我想这只深榮之星的上网空间都挺大 所以就介绍这只深榮之星给大家 看完两只跑过的PP之后 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些未跑过神秘的马 第一匹叫超能勇士 看一件彩衣 中心勇士的童主马 同样都是放在坊家拍马房 出自若霜 为你高哥 在香港的马 其实整体是挺实用的 也跑短途挺好 刚才提及过的南庄之歌 就是其中一只 也是很耐跑的 这批超能勇士 其实为什么会选择它呢 如果有留意开神秘的朋友来说 看试集 都会知道 超能勇士 其实都是一只 挺早熟 挺快有表现的马 近两货的试集更加好看 因为有前有后 还要试得好 第一货 近两货试集 上季六月那货 拍着一只维港智能 大家知道维港智能 一出立即大胜 两只马已经很轻松赢了 好了 休息完畜之后 一只马转小岁 大了 直接安排它过去谷草市值 大家要知道 谷草集对于侧生来说 一点都不容易 这货是9月17日的谷草集 超能勇士 很早就已经放在前面 前速又是继续非常高 你看它转弯其实都很流畅 不会说很轮盡 左片右片 所以 这只超能勇士 看得出都挺快 会有表现 而且同事的对手 其实都不差 入面红三角的红衣 火王三班都有表现 深藍色的副全英雄 刚刚赢 后面第六位的多利神 三班头马 当然这个试集 不可以代表什么 但也可以看到 这只超能勇士 就算是这么侧身的马 过来试谷集 一点都不脅强之余 交出来的水准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有前有后 有贯注力 亦都是很流畅 看台型 亦都是挺帥 挺不错的马 所以 看看它可不可以 跟主码 中心勇士一样 很快已经可以加到成绩 甚至可以上到高班 再者 加上它出截方家拍 马逢的马 如果是早期的方家拍 大家听到它的初出马 都应该耍手令头 因为不能多 但近两年的方家拍 初出马 无论是PP 也好 其实都已经加到 几好的成绩 很多都可以一出即胜 看看这批超能勇士 可不可以像刚才说的 中心勇士 甚至以前 另一只退役的童主码 凌威勇士一样 都是很早期交到表现的 看看可不可以 扶耀直上 上到高班 可以在短途创造一番工业 这批超能勇士 我觉得都是挺好看的 大家可以记住它 接着第二批 也是叫阿士 因为包括超能勇士 其实三批都叫阿士 就是雅典舞士 这批马望彩衣 也是老牌彩衣 武士系的马 今次轮到叫雅典舞士 听过名字都挺漂亮的 澳洲四岁的马 同样都像刚才超能勇士 附和叫思塞击 中文叫杜挂金钩 如果看足球 大家就会懂杜挂金钩 但是如果是马 大家就未必认识它 这批杜挂金钩 其实都未算是很高级的短途马 但是它在澳洲其实都算稳定 最高成就在一级赛的金梅 最高成就就是一级赛的金梅 所以就跑第二 到阿金钩 其實紫字大体来说 都算是早熟 亦是跑短途比较好的 这批雅典舞士出自希斯 说到希斯的马 更加知道它的作风急进 就会很快交到表现 但是很多时候都说 希斯的马看头两局就好了 因为跟着通常都会走样 有一只就很幸运 也是比较破格的 就是它的仓口的东方飞影 就是一只我很喜欢的马 也是跟阿典舞士一样 也很帥 但是也交到很稳定的表现 当然希望阿典舞士也可以 选了一课它的试集 给大家看的 当然它也只是试过一课集 就是在重化的集 就是在今季市 9月16日 试课短途集 出集其实近镜头那批 就是亚典舞士 前速非常之高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重厚 因为希斯的马 很多都是会重厚一点 但是这批亚典舞士 其实你可以看到 形格款是很帅子之余 正常来说 希斯的马这么重厚 通常无论砧牌也好 有钱也没有厚 你可以看到 一只马 它末段的速度 是丝毫都没有减弱之余 后面追上来那只白山粉红袖的大财 其实上季都是四班头马 骑得很辛苦 才叫刚刚好追过它 但是过了中点不久 其实这只亚典舞士已经是 就是亚典舞士 就是亚典舞士 过了中点再过去 而希斯的马 可以做到有这样的能耐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也正如这只马 应该都有一些能力 在手 同样都出了一些很漂亮的货源 亚典舞士现在 只是在重发试过一货集 跟超能勇士当然有些不同 超能勇士就已经在香港试过集 所以都要等下 亚典舞士来回香港的时候 表现是怎样的 但是 如果他在回来香港的操练 都是一切对板 我想这只亚典舞士 应该都可以很快交到好成绩 希望他都可以 好像他的扣女东方飞影一样 成为希斯马防里面的破格马 是可以扶摇直上高班的 一些稳定表现的马 所以这只亚典舞士 大家就可以留意着 在日海香港的操练 最后一个阿仕 就是雷电斗士 我想这只更加不用说了 大家都应该 码到确实一确 每个名单都有他 高东来的英国三岁PP 看彩衣 以前精彩斗士 热血斗士 都是高把马 所以都是很特别的彩衣 大概养生了高把马 出自Charming Thoughts 迷人下想 这匹马很特别 在高多分阵营出品 过往就跑过7次 最高竞赛成就 就是在一级赛中央公园 贏过马 他是一级赛本军 跑短途1200米 雷电斗士 再加上他的下线 外祖父一只 可以跑长一点点 所以雷电斗士 也有机会 可能会 迟些 有机会去中距离发展 为什么说到雷电斗士 那么厉害呢 那么多人都记住 除了他在香港的试集表现好之外 连在外地出赛当时的骑士 都非常赚他 都说是一只好好的卖 究竟他的表现是如何呢 立即和大家看了他在香港的试集 其实雷电斗士 近两伙集都很好看的 一伙就重化集 果化摆头走大胜而回 很多人都说是愈满南边 9月17日和超能勇士一样 都是试谷吐集 同样地又是前竹喷蛇 摆到在前面走 转弯很流畅 也没有左片右片不规矩 也是贯注到尾 灑开大步 型格很帅的卖 所以 重化集试得好 回到来香港 也都能够乘得到 试集完全没有走向 所以看来他都蛮适应不到这个竞赛环境 都应该准备得八八九九 试集试得很好 究竟他在海外跑得很好 骑士都成赚他 究竟他的表现是如何呢 看看他的海外赛事片 这条就是他在临来香港前最后一场马 在新市场马场跑的直路赛 镜头中间会看到 这一只蓝帽白咒的就是雷电斗士 雷电斗士 那场也是很早就已经摆在前面 正常速度都非常快 但他的贯注力和后径都很强 现在看到安尔尔尔就是大家熟悉的国能 都是厉害的分僵后 其实很快已经大脱了 再细多他两边之后 就越冲越劲 扔掉后面五个马位 跑第二个叫铁靖小川 已经来到香港的 叫阳光再见 其实都不是差马 雷电斗士是收姜爷马 怪不得国能都会承赠这一只马 是一只很有天分 但很容易驾驭 也是一只应该会很有成就的马 看回来 雷电斗士在英国跑了三场 赢了 都是跑直路 所以刚才就说 他连试转弯阻已经试好了 所以几不错 已经准备功夫 赢了1200和1400 越赢越远 连胶沙地也赢过 也有机会在全财务 不知道为什么 今次选择那些 都是泥草双枪 有机会 也是好事 但另一件事可以看到 就是他的评分 以赢条件阳光赛来说 雷电斗士可以比平榜员 三射评过76分 其实是挺高的评价 所以看来 平榜员都对雷电斗士 挺有寄往 这一批雷电斗士 在香港已经试好集了 看来短期内 也有机会很快 开上战盾 看看可不可以立即出赢 然后就交到好表现 长远来说 这批雷电斗士 应该也有机会 再跑长到少少 1400到1里 看看高东尼 会不会安排到 这只雷电斗士 跑这途程 现在只是三岁 如果有表现 争取分 看看有机会挑战到 未来四岁的系列赛 以往的童砖精彩斗士 就失落了 看看可不可以靠雷电斗士 可以在四岁系列赛 加到好表现 以上五匹码 就是我分享给大家 今季值得跟进的码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大家可以拿来参考 看看这五匹码 今季的成绩 是不是一如预期 所以我这一部分 先介绍到这么多 阿威那一部分 等他之后上片 大家可以留意 而今集就先说到这么多 首先下周四 即是下周四 就会有海外大赛的轮战攻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年一度的 海船门大赛 和一个日本的短图马錦表 就会上映 所以下周就会做这两集的大赛轮战攻略 所以大家记得留意 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